大家好 我是大棠 我现在来到了粉丝的家里啊 这边的具体地址呢 是这两首湖都是安极县 昆童的乾坑桥村 啊 我现在就到他家门口了啊 我们现在就他的厂长去参观下 他们这边正在加工 非常郑州的安极百达 昆童产区到合影产区 蒋姐啊 这是你爸爸是吧 对啊 这个就叫老蒋啊 这是我们的蒋姐 就是他他联系我们的 啊 啊 你们现在家里有多少茶山呀 二十亩左右 还有二十亩啊 哦 你们安静人真的是都是土地座 几十亩几十亩的二十亩 我估计规模还不算大 小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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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户啊 你们大户的话可能有上百亩啊 啊 这个是刚刚采摘下来的仙烟是吧 哇 这仙烟看到没有 今天已经是最大权了 你们你们昆童的叶子真的就不一样 跟外面的叶子真的是不一样的 看到没有 分是那么亮 而且一个亮黄色的 香菇香菇好 对对对 你们茶叶确实料子就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昆童的茶叶做出来品质那么好呢 好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它的清叶与料子就是不一样的看到没有 好 多漂亮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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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跟上来 好 我们跟着老蒋跟小蒋去他的茶参去看看 现在已经上茶参了 我们来看看这边采茶工 壮观吧 这就是安吉的茶参 他们的采茶工非常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 啊 开来吧 好 这个就是正宗的安吉白茶昆童产区的核心产区 好 我们继续上山 这里这里那里有五亩 这边十五亩 从这里进去 哦 这里还有个大大兜的 哦 那边有五亩 这边十亩 十亩 总共是二十五亩 二十五亩茶园 像你家里以前竹子应该也种也有的哈 我原来是这些地方是毛泽 哦 以前全部都种竹子的 然后就然后就那个竹子挖掉 然后种上茶叶的 哎 你们安吉的很多人都一样 以前都是种毛竹的 那毛竹经济效益比较低 就把那个竹子给挖掉 然后种上茶叶 现在毛竹我们都才上了 他只有十六块钱一百斤 十六块钱一百斤 他人工要也还有十块 哦 那根本就没收益的毛竹 一万一万斤毛竹到时候六百块钱 哦 那太难做了 不要的 那个白茶叶的像经济效益 现在来说比毛竹要高 现在总是在加工汉几百厂 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加工汉几百厂 这个叫铃条铅 里面锅内温度是很高的 你们现在刺激温度有多少锅 现在是多少 那开始比较高了 因为这时候茶叶啊 它不是完全是嫩洋了 它的那个梗子味 比之前要更粗一点 所以刺激温度比之前要更高一点 好 这个就是刚刚刷新刷刷新好的茶叶哦 就刚刚出播的 好 已经算这个还是半层饼啊 茶叶还是里面茶叶茶心哦 还不是不是说不是说完全干透的 所以呢 那个下一个步骤 我们是还要进一个烘干 我们来看一下 烘干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烘干进 很多茶叶都是要用到这个 这个是像加工红茶的 也是要用到这个烘干精 像加工红清绿茶的 也是要用到这个烘干精 这个 我看一下 放到这里呢 就是刚刚开亮好的那个 刷新好的茶叶啊 那个然后再到时候都要放进去 再进一个烘干 冲出来的话这个茶叶就是 就是一个毛沙了 我们再进行一个风卷 再一个山卷 这个茶叶就干净了 这个就从里散了就可以拿去喝了 其实这个安吉板塔 它的浆菇衣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要把这个茶叶做好 我还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难度了 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茶叶已经做出来了 我们来看 然后这里有两个框子 来给你们看看甘蔗 啊他们这边安吉的工艺呢 它的调形是里的比较直的 看见没有啊 非常直 虽然说现在个头一定比较大了 都这样子的个头个都比较大了 但是调形还是理的非常好的 啊个的个子稍微大一点的 但是这时候的茶叶呢 它的价格比以前要便宜很多了 啊 所以还但还有一个特点啊 他们安吉的茶叶非常干 非常干爽 这个还是没有选过的 但是也没有说有非常明显的碎片 到时候这种吹吹一下就能吹出去的 所以茶叶也是啊清清爽爽干干爽爽的 这个也是安吉茶叶一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 也是可说这个优点吧 茶叶已经冲爆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参观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化出来的情况啊 白茶白茶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白化 它的白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它一个特点就是金绿叶白 它不是说全白色的 它的看到吗 金麦金绿它是绿色的 然后叶片呢是雪白的啊 就是这个叫金绿叶白 总体来说还可以吧啊 安吉的采工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所以虽然这时候的茶叶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看到没有啊 它的还是比较均匀的啊 茶叶呢也是非常的干净 茶叶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更喜欢他们这个非常淳朴的 像刚才我们看到老蒋对不对 已经69岁了 呃 在也可以说是跟茶叶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非常非常的淳朴 他的女儿啊 不是说专业的从事这个行业的 他是在他是能在 他是驾到驾到胎中那边的 然后这段时间忙 可能会过来过来帮帮忙一下吧 也是也是非常的朴实 所以我更更欣赏的是他们这个非常醇厚的 非常淳朴的就是玩原来本本 原汁原味的一个茶楼的形象 所以他们的茶叶相对来说 这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价格也算是比较公道吧 所以他们进进来出的这批茶叶呢 我就直接把他们拿下来了 茶叶都已经全部出锅了 现在就直接直接装装袋了 待会再做弄一下 就直接把茶叶拿回去了 这批茶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靠谱的 茶楼家里收茶叶呢不用说 你事实上它绝对还是要靠谱一点 然后茶叶相对来说还可以吧 所以就直接拿下来了 自己撑住 31斤9两 两个袋子多少 三十一斤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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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茶叶就先拿下来了 一共三十一斤三两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